经济日报的ET国股推介 今天是推敏华控股1999 简选原因就是港股年日回升 职业股份受到资金追捧 敏华的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功能梳化和藏育业务的渗透率会提升 以及出口业务的恢复 盈利会增长持续 由于国内外市场的快速增长 敏华截至9月底为止 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这是半年业绩 盈利是绿得9亿9千万 按年增长3成2 期内原材料的价格上升 以及海运云费增加 公司四次加价改善毛利率 整体毛利率提高了1.2个百分点 到36.2% 敏华近日在职业消息刺激之下 以较大的成交配合下 突破下降轨 走势转强 昨日收市报13.88 升超过5% 策略上建议在13元附近吸纳 第一站是看17元 跌穿12元就要考虑减辞了